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俄罗斯的灾难片 夺明地铁 影片一开场 王大白在例行检查的时候 发现地铁隧道上面有漏水的现象 他把这件事及时向值班人员做了汇报 但根本没有得到重视 一生忧郁出的老婆冷淡姐是个不甘寂寞的女人 和鸡贼叔认识之后 两人很快便堕入情网 一三五打情二四六骂俏 周末那必须煎饼果子来一套 鸡贼叔这个人的脸皮比较厚 这种偷偷摸摸的日子她早就过够 为了能名正言顺的跟冷淡姐在一起 她决定第二天亲自去找忧郁出谈判 其实这些冷淡姐也想离婚 但闺女都那么大了 她一直下不了这个决心 一生忧郁出是个忠厚老实的男人 工作上精灵业业 生活上本本纷纷 她闺女小萝莉不仅活泼可爱 而且聪明过人 小萝莉说我查过了 我妈咪的航班昨晚上就降落 可她为什么到现在是没回家呢 其实冷淡姐和鸡贼叔的事 忧郁出也不是不知道 只不过她为了维护这个家 一直隐忍着没说 她知道一旦把这层窗户只给捅破 这日子就没法过 小萝莉说你们俩没一个让我省心 一个是夜不归宿 一个是连饭都做不好 你们这种店妈打着灯笼都难找 忧郁出说你爱吃吃不吃辣的 由于车被堵在了院 忧郁出只好坐地铁送闺女上学 鸡贼叔舔着脸跟着冷淡姐回到了家 打算跟忧郁出好好的反弹 可是却扑了空 这哥们在去公司的途中遭遇了大堵车 无奈之下只好选择乘坐地铁 看到这儿我估计大家都能猜得出来 忧郁出和鸡贼叔肯定得在地铁上抓紧 坐导游的小白脸在站台上 对正在等着大眼妹一见钟情 一上车就开始跟大眼妹套进 为了引起大眼妹的好感 小白脸利用自己的知识开始下百活 小白脸说前面不远处有个车站 上面就是莫斯科河的河床 该车站没有其他出口 一旦出事咱全都在领盒饭 而就在这个时候 大量的河水已经倾气进了隧道 司机一看大市公廟急忙来一急刹车 巨大的惯性导致很多乘客都丢了命 而与此同时 河水也关进了车厢了 地铁停下来之后 乘客们纷纷展开自救 要说鸡贼叔这身体素质确实不错 甭管是跟小三劈腿 还是和地铁一起出轨 他都能应付 俗话说冤界路窄啊 鸡贼叔和忧郁叔 终于在车厢里胜利会师 作为小萝莉未来的鸡贼 鸡贼叔对孩子也非常关心 看到孩子没事 他也松了口气 由于受到场地的限制 两人虽然都认出了对方 但并没有动手 后面一趟地铁一看大事不好 急忙虚晃一招仨子跑 接下来乘客们开始大逃亡了 不明真相的操作人员 为了抽水把电子通上 瞬间一大批乘客领了喝汗 对小白脸来说 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能不能报道美人归 就看他接下来的表现 小白脸也意识到机会难等 因此表现是格外美丽 俗话说患难见人情 经过这么一折腾 小白脸和大眼妹的感情 有了质的飞跃 正在等车的吃瓜群众 一看出事的全都吓坏了 现场是一片大门 很快便引发了严重的惨大事件 有关部门迅速组成了 一个临时的指挥部 专家毛淡叔说 这条隧道建于1935年 属于典型的老肉病残 现在必须按紧急灾难 撤离所有人 然后封闭受灾的区断 以防河水继续蔓延 到了这个时候 冷淡姐才从电视新闻上 得知地铁出事 她急忙往学校打电话 得知女儿还没到学校 这下可把她给瞎撵 忧郁出等人正顺着 隧道往前走的时候 河水推着地铁车厢 气势汹汹的就杀到 几个人一看 急忙躲进了旁边的树井里 小胖兔犹豫不听劝 很快就领了好案了 几个人经过一通瞎学末 终于看到了一次曙光 可大家伙在下面喊了半天 上面的人根本就没听见 大家伙掏出手机一看 发现只有忧郁出的老年级还能用 可就是没信号 冷淡姐赶到车站 工作人员说 大部分人都领了核饭 没领核饭的也都在医院 你去那看看 本来就够乱 有哮喘的大姐妹 又把喷雾剂给弄丢了 小白脸冒着生命危险 帮大姐妹找回了喷雾剂 就此获得了女神的放心 经过一通瞎折腾 手机终于有信号 鸡贼叔用忧郁出的手机 给冷淡姐打了一变话 冷淡姐一听 当时就懵了 说你怎么拿着我老公的电话 难不成你把他给杀了 鸡贼叔说 我跟你老公和你闺女在一块 你赶快去搬救兵 鸡贼叔的话刚说完 几个人就被突如其来来大水冲走了 当救援人员根据冷淡姐提供的情况 下到树经理一看 发现一个人都不见了 大家伙爬上岸之后 鸡贼叔说 这下面已经达到了国家级的危险程度 当务至极是阻止洪水的泛滥 不然整个首都将会发生大面积的发现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 受损地区的两段将会被封 然后那帮孙子就会往里面灌液态的氮气 很快咱这就会变成一整块固态态 那也就意味着咱全都在领盒饭 小萝莉说 闭上你的乌鸦嘴 你就是狗嘴里吐书香牙 鸡贼叔说 如果不是因为你妈咪 我也不会再地铁 优裕叔说 既然都要领盒饭呢 那咱俩也做个两段 接下来是一场动作戏 两位轻敌打得是兴高采烈 酣长连嘴 这个时候龙套劫的一声惨叫 被正在下雪梦的救援人员给停牢 而与此同时 更多的河水一路咆哨着冲了过来 杀声震天 铁了心的要把这帮人送进鬼幕案 指挥部的人一看 急忙把隧道给封闭 影片的最后 在搜救人员的帮助下 优裕叔等人终于逃出生间 重返了人间 冷淡界一看是再也不冷淡 舔着脸跟着悠悠叔上车了 鸡贼叔意识到自己是没戏了 于是坐着自己的大奔是绝成而去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压集 既然已经结了婚 态度一定要认真 外面野味虽然好 不如爱人更贴心啊